我左前佛 正而跳 沙航 几千年来 中华民族一直在和贫困抗争 沙航 然而 即使在历史上的盛世 人们也从未远离贫困 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开始了向贫困宣战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 带领着中国人民在这块土地上 书写着最新最美的图画 短短的几十年间 七亿多农村贫困人口 先后摆脱了贫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愤怒目标 2012年 民族复兴的接力棒 传到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手中 此时中国的贫困人口 还有9,899万 不仅规模庞大 而且都分散在交通信息闭塞 经济发展落后 自然条件恶劣 高山大川阻隔的地方 我们现在呢 2020年要建成全面小康 在奔小康的道路上 一个也不能少 习近平总书记说 这是我们向人民立下的军令状 这也是我们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这是一场战役 让9,899万人摘掉贫困的帽子 这需要一个新的理论 一套新的系统 一种新的方式 2013年11月3日 在湖南湘西十八栋村 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 2014年 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识别工作 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展开 在精准锁定扶贫对象后 2015年 习近平在贵阳召开的座谈会上 把精准扶贫的要点 系统概括为六个精准 之后给出了实现精准脱贫的 五大路径 2015年11月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 对脱贫攻坚工作全面部署 随后 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人民 发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 为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 201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全面展开 2017年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的攻坚战打下 人财物迅速向中国最穷的深度贫困地区聚集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候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 为脱贫攻坚战最后冲刺 吹响了冲锋号 2020年年底 中国历史性地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 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 兑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